好了,就是给大家拍个小东西啊 我这两天一直在家玩这个软件效果器 然后有朋友呢,给我留言说 觉得这个软件效果器手感有点奇怪 其实我这儿就说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手感肉肉的 就大概这样 然后声音也肉肉的 痛鸟都感觉没有什么用 然后 特肉特闷 然后手感也不好 然后音色也不行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你的琴输出给生卡的信号太小了 然后呢,你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呢,是检查你的生卡 因为现在有好多生卡上面有那个组抗切换开关 就是它有可能是切换高低组 然后呢,有可能是给你带了个DI什么的 反正帮忙怎么样 就是有一个开关是可以提升信号的 找一下,看看你生卡上面有没有 如果你像我的生卡一样 前面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可能需要在前面再接一个玩意来放达信号 可以是buffer 也可以是个DI盒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可以是一个boss单块 但是别开 因为boss单块在关闭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buffer bypass 因为这点距离吧,很近 倒不至于说非要用DI把它变成平衡型号 没有多远的距离需要传输 所以我个人认为buffer或者是DI都可以 拿这个举个例子 我把它接在前面当然不开 听一下差别 现在是什么都没接 哎,这是一台后机管可能有问题的 Tonkin 好了,我已经把这接好了 但是并没有开 这音色点是这样了 咱们得听到时针啊 换一个插件 插件是Jumpatruzzi这个签名款 现在是没经过boss单块的buffer 就能很清楚的听 有一个wowwow的 感觉是痛扭没开的 OK 咱们把这个包三块插起来啊 怎么样 标准挺大的吧 OK 都怎么着 拜拜 对